台湾入境检疫将在10月13日由3加4松绑为0加7 这让许多民众都已经开始规划出国旅游的行程 但不少医护人员还是有疑虑 关心心智上路后他们是否也能出国 指挥中心医疗应变所副组长罗宜君表示 很多医护人员不敢出国 主要是因为医院人力的考量 其回来后需要接受居家检疫不能回去上班 医护人员出国返台后的自主防疫期间 只要快晒阴性就不会受到其他额外的限制 而罗宜君也针对口罩政策做出回应 暂时不会针对口罩这个部分 在这个未来几周做比较大规模的一个调整 那后续会再看整个疫情的走向 以及就是说我们开放0加7之后 国内防疫的一些变化 再来做事实的检讨 另外针对与确诊者同住家人隔离措施 不论疫苗接种情形一律改为0加7的部分 指挥中心发言人庄元祥表示 这一直都在讨论中 会与入境检疫的0加7方案脱钩处理 新唐亚太电视直前领黄庭峰 台湾台北报道